屌咯,充坏电话,市面上的充电器不是说你要买就可以买的 你不一定是看到那个瓦数特别高,就一定快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准备了一系列的充电器 有Vivo,有Huawei,有realme,240W的插头都有 包括Milgreen Assisting的Charger我也有 而今天呢,我们就有带来了这个300W的DesktopCharger 真的是很方便用 电脑多,电话多,全部可以同一时间一起充 那么这300W是否是单方面输出就300W 不是,它是看设备 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有很多观众不明白 他们所谓的65W,100W,140W,200W,300W 这些到底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我拿的瓦数越高,我们充电就越快 其实充电还得看你手机支持哪方面协议 什么叫充电协议啊 盒子这边都会有著名协议啊 我们讲三星,它的充电功率最高是25W 这个是25W SuperCharge 然后我这里就有一台三星S23 Ultra 然后我们用Ugreen的300W充电 一Plugin 你就会看到Super FastCharge 其实Ugreen它对三星,华为,iPhone这些品牌比较友好一些 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市面上你看到的iQ, Realme,还是说小米 其实这些它也可以充电,但去不到他们主要的协议 也就是Realme 240W 支持不了哦,因为在充电协议方面 小到我看不到 看得到 太小了 240V 它充电协议,哇,超级多的 你看很小个,我看没有啊 不过充电协议呢,你这里看一下 然后你再对上它盒子上面的协议 没有存在在这边 那么就是不支持 所以你充电的话,你最高只可以拿到 9V2A 或者是5V2A 18W的充电协议 这些是普遍上大部分所有的手机都支持的协议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就算是买到这类型,可以充很多 主要那几台可以充得上 有快充就OK了 其他的话你就放着慢慢充哦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这种多功能插头都是这样子来用 那就是我们不急的 如果你真的很急 那么你就要拿市面上有的三充插头 就好像这个realme的240W Vivo的90W 还是说小米也是有支持快充协议90W 不过小米realme这些大部分品牌都做不了 除了OEM OEM就是仿冒的插头 就比如说小米不是有hypercharge 120W 你去看其他品牌好像Ugreen 或其他brand的 这些它们都没有120W的快充协议 只有仿冒品 或仿小米 然后原生一模一样的 那个就有120W 可是在材质上就有差别 好像说你们会看到很多充电器 就有这个Gun 它的外壳是可以reduce heat 把功率所散发出来的热能大幅度减低 好像以前的插头是用这种plastic的 也不是不好啦 就是你摸上去你会烫 整理很发烫 AfterGun的material一出在这个市面上 很多品牌上都开始陆续 用这个Gun的material 现在已经慢慢的被普及了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试冲咯 这个Samsung是有这个快充的 那么华为呢 也是有这个supercharge的 看到没有 它有两个充电器 可是它没有写是supercharge 尴尬了 等一下我再换另外一个cable 啊看到吗 没有supercharge哦 不能啦你 为什么没有supercharge 因为我才发现到这些我借助的都是C2C 我们一定要用USB2C 为什么有些设备 好像你的电动压刷 诶明明是TypeC啊 我接上去充不了 诶你要看它的源头 如果是原厂配送的是USB2TypeC 那么你也要找cableUSB2TypeC的 你才充得上 如果你是用C2C的话 它就充不了电 so这个就有关PD 我们称作PD协议 after我用这个cable 然后flugin在Ugreen的powerbank 然后我们再接上去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充电 看到吗 它就支持supercharging 其实华为手机 它大部分的充电器就是USB2TypeC 所以你就要用回USB2TypeC的充电器呢 才能支持supercharge 然后至于其他的realme的话 它这一次是C2C 然后我们try2C2C的充电器 这个300W 这个240W 那么接上去 一定是有支持超充的吗 是不是 不会有超充的 它最多是快充协议而已 正在快速充电 它不会显示超充或者是闪充 如果是iPhone的话 更加不用讲了 iPhone它的充电协议呢 大部分市面上有的都支持 iPhone14 Series以下的就比较方便 只要是USB2Lightning 或者C2Lightning 它们都能用 换到iPhone15的时候就很鸡肋了 C2C充电 像block in的话 它是可以充电 但是USB2TypeC的时候 它就没有反应了 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有C2C的cable才能用 所以这也制造了许多麻烦 毕竟你出门的时候 你以为你用TypeC 全世界的TypeC,你都能用的时候 跟你朋友借 你朋友是USB2C 开LUC 又不能充电 因为我自己就遇到几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就很尴尬 人家有TypeC 可是我用不上 这个就是之间的差别 那么在充电器有50cm,有1米的,有2米长的数据线的长短会影响到充电的速度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测试仪 然后我们充三星 用这个50cm的Cable呢 我们可以拿到的功率是差不多在21-22W 然后我们用2米长的看一下它的功率会不会有差别 当然我用的这个数据线呢也是来自于Ugreen的 Ugreen的Cable其实都很耐用 它在这个头方面它有做了一个加固处理 在接口方面还是用一个Aluminum的材质 身体全部还用编制审带 所以在耐用性方面可想二指 然后在充电功率跟刚刚差不多21W左右 所以数据线的长短呢影响到充电的速度 这个概率其实并不大 短长都OK 如果再更长一点3米的5米的 那么那个电阻可能就会比较高 时候就要用一些比较好的Cable 因为毕竟Ugreen无论是短到长 它们用的料都一样 然后在充电功率so far 我用短的到长的 它都可以给到我一样的输出能力 然后就是MagSafe 很多人呢他就误以为 MagSafe会发热就是不好的 其实MagSafe充电都会发热的 就算你用的这个MagSafe是原装的 都会发烧的 只要你是无线充电 就一定会发烧 不管是三星华为 还是iPhone 这个是MagSafe Cable 当然Ugreen呢这一次它也有推出一个 MagSafe Powerbank 吸附上去也能直接充电 它除了可以充电以外呢 它还是一个指甲后面你打开 你可以Stand 然后在它的电容量呢 它是有1万毫安 Compare with Apple Store 卖的Apple Store的MagSafe 价格差不多接近600块啊 因为在官方那边数据就会显示 充iPhone Pro Max它只可以充上40% 如果是mini版的可以充上70% mini都充不满 mini的电量才2000多 都充不满你说那个电容量 是不是比low 5K 然后这个电容量呢 它是up to 10K 10K它可以充满一粒iPhone Pro Max 都没有问题 可是在功率方面呢 就Standard 你用Powerbank呢 还是你用其他Branding的 最高功率支持15W 然后这个15W能充吗 OK啦 for应付急需的时候 你带住Powerbank这样外出 就很好用了 不只是可以用在iPhone 你还可以用在可能你三星 它也支持无线充电 它也是可以进行充电的 或者是拿来充第二台设备 也可以 因为这里还有多一个USB接口 然后你也可以接上去你的华为手机 或三星手机 so after 了解这个MagSafe了过后啊 一定有人会担心 那么这个Ugreen 它上得了飞机吗 1万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万5也没有问题 2万都可以上 2万5可不可以上 Ugreen呢 它就有推出了一个145W的 Powerbank 这有2万5千吗 也有Flight Approved Certificate 其实这个90还不是最高限制 好像我这个Powerbank 它是高达了93.5 这个是抓到刚刚好的 所有的机场都能上 因为我还有看过有些机场就好像越南 它的机场它Powerbank是 Limit在160W 以换算到来差不多4万马 这样子都可以上飞机 可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抓那个最低标准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有Airline Safe的Logo去买就准了的 这个Powerbank看起来是不是很Quality 然后它的充电最高也是支持到100W 没有到145W的 这个Ugreen是目前我测试 它的充电功率是最高 然后在体型方面 你会感觉这个Ugreen稍微略大 在电池方面一样是25000左右 这个Satch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屏幕 你可以观看它的充电功率 你也可以借这个DC充电 至于其他的话呢 我会觉得这个Ugreen的性价比更加高 这粒Powerbank买到来差不多900块 900块钱的Powerbank 我这个可以买两粒半的 性价比来说 Ugreen的Powerbank性价比就更高了 145W 又有Airline Safe Certificate 在充电接口方面 它是有双Type-C 还有一个USB接口 然后在充电功率呢 三星SuperCharge Huawei SuperCharge 或者是PD充电协议 都支持 当然这个不只是用于在 Smartphone 你可以用在你的平板 假如你有电脑 有没有问题的 这一个Powerbank是可以充任何的设备 同一时间三台设备一起充电 然后在旁边呢 你还会看到一个小小的LED indicator 所显示这个% 所以今天主要分享就是有关 充电方面的一些小科普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说错 如果有说错的话 欢迎在下面 你可以纠正一下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相信Ugreen这个品牌呢 应该是大小皆知 Guality方面 从一开始它出到现在 我一路都支持 没有放过的 它一开始出的那个65W的 然后过后100W的 我也买 它这一粒还没有出的时候啊 因为这一次是光光那边寄给我嘛 其实还没有寄我之前呢 我自己就有买了一个 啊 200W 这个是旧款的Desktop Charger 所以它是躺平的 这个是做直直的 这个看去呢 整个也比较优秀一点 比较好看一点 如果你对这些 Accessory啊 非常感兴趣的欢迎啊 你可以去到我视频下方链接 去到官方了解更多相亲 就这样啦 拜拜